更多书请添加微信 HLLX321 女鹰初醒 白骨蜥蜴古舟升空的同时 天尊身边的那三张鬼脸 哪怕再不甘心 可却身不由己的 已被古舟牵扯 直奔苍穹方向而去 相比于另外两个鬼脸 哭笑鬼脸的不甘更为强烈 这片世界 我不甘心 我想要留下 我不想出去 他心中发狂 可却于是无补 无论如何挣扎 也都难以逃出那古舟的操控 眼看被拉扯的距离 古舟越来越近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白骨蜥蜴古舟升空而去 向着苍穹上那巨大的漩涡 如被接引而去的瞬间 天尊的呼吸 也激动的急促起来 他目中带着无法形容的渴望 看着苍穹上的漩涡 他的心态 与那哭笑鬼脸截然相反 那是他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 他在这片世界里已经走到了巅峰 已经在这里太久太久 对他来说 当一个人被困在一个地方时间久远后 这里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狱 他不愿留在这里 他想要离开 哪怕他知道或许因自己的离开 会让这片世界崩溃 会让所有人死亡 但他依旧还是如此选择 对于张大胖等人而言 出去无疑险境重重 可对天尊来说 却是崭新的未来 他的身体猛的冲出 化作一道长虹 竟随着古舟直奔漩涡 四爷想通过这漩涡的阶影离开此界 只是就在他靠近的刹那 一股只有他能感受到的苍穹威亚 骤然降临下来 更是从大地上传出无尽的犀利 上有压迫 下有吸车 使得他被困在那里 根本就无法冲出 甚至原本凝聚在他身上的世界意志 也都因他的这个举动 出现了要崩溃的征兆 天尊发出惊天怒吼 满是不甘 首领老鬼 终有一天 我会出去 天尊的声音化作天雷 带着世界之力 轰鸣八方 使得白骨西四周的虚无 凭空的就出现了无数的闪电 这些闪电之多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好似雷池 仿佛闪电大手竟向着白骨西狠狠的一抓而去 似要用最后的努力去尝试将对方留下 这闪电大手在凝聚成形的刹那如被通天河染了颜色竟成为了金色 远远看去这金色闪电大手带着无上之力一把抓向白骨西翼 可是就在碰触的瞬间鬼母冷笑双手掐绝猛的一挥 顿时一股黑气就从这白骨西翼身体内释放出来 刹那街黑雾漫天直接向着来临的金色闪电大手猛的对抗 轰鸣节那闪电大手竟无法破开这雾气 甚至自身都在这反振之下崩溃了小伯 眼看就要消散时忽然的 那个此刻已经被迁移 正要回归古州的哭笑鬼脸 猛然咆哮一声 竟在这一说不知用了什么办法 突然的改变了被牵扯的轨迹 居然直接冲向天尊的闪电大手 这一幕让鬼母也都目中瞬间杀气弥漫 天尊明显也愣了一下 但却没有半点迟疑 那崩溃了小伯的金色闪电大手 一把就抓住哭笑鬼脸狠狠的一拽 惊天巨像顿时爆发 那哭笑鬼脸竟被天尊一把 从回归古州的既定轨迹中 直接给抓了下来 可是当这闪电大手凝聚缩小 降临在天尊的面前 伸开时 那原本应该被他抓在手中的哭笑鬼脸 却不知什么时候消失 不见丝毫踪影 天尊目光一闪若有所思 鬼母亲眼看着这个一切 墓中的煞气越来越浓 可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深深的看了眼这片世界 就不再理会 白骨蜥蜴呼鸣接 距离选我越来越近 只是就在这个时 哪怕天尊也都没想到 崩溃的孤海地面上 有一道身影拔地而起 速度之快 刹那就升空而去 正是白衣小唇 鬼母把侯小妹和我大师兄还给我 白小城轰着眼 他此刻已经彻底豁出去了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侯小妹被带走 也无法看着张大胖被这艘船带入漩涡中 他的速度展开到了极致 掀起破空之声 向着白骨蜥蜴急驰 这一刻他的身影 被下方所有残存的修士看到 一个个都大吃一惊 天尊眯起双眼 一样看去 此番古舟之事 处处都有守灵人算计之也 天尊心中也一直在警惕 可从始至终 对方居然真的丝毫没有出现 这就让他的心中 在本就憋屈的同时 也有深深的疑惑 那老鬼的心机太深 我不信他这一次 只是为了阻止我离开 必定还有我所不了解的其他目的 白骨蜥蜴上 鬼母低头望着这么急速而来的白小春 他看到白小春那墓中的赤红 看到了白小春刺客的疯狂 只是哪怕白小春的速度再快 也都无法追得上这白骨蜥蜴 尤其是此刻的白骨蜥蜴 已经靠近了漩涡 开始了融合 先是古舟 随后白骨蜥蜴的头颅 伸去 最终彻底消失 在消失前的瞬间 鬼母睁开了眼 双唇微动 向着白小春传出了一句话语 看在首陵人与我的约定上 你大可放心 这女孩的体质特殊与我功法相通 我将其收为弟子 至于这古舟上的修士 各安天命吧 望着一彻底消失的白骨蜥蜴 白小春身子停在半空中 徒劳的 看着手 蒸蒸的 看着那炫味在慢慢的散去 小美 大师兄 白小春喃喃低语 有些无能为力的落寞 他想起张大胖对自己所说的梦 显然 大师兄对这一幕早有预感 他也只能去相信鬼母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 随着长大 随着修为一步步提高 随着寿源的积累越来越多 白小春已经认识到了成长的代价 这代价 他也不是首次体会 只是那一次次的体会 让他都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不知道是自己错了 还是这个世界错了 他只是想快乐的修行下去 他只是想永远的一路笑着走下去 沉默中 白小春的心头泛起苦涩 他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是否还能再看到张大胖与侯小妹 应该 应该能的 白小春呢 没有注意到 此刻随着漩涡的消失 随着生命禁区大地的崩溃 存在于这里的禁止之力也都消散了 这原本的生命禁区 如今再没有对修士存在束缚 或许多年之后 此地会重新恢复 可在如今这段时间 此地畅通无阻 而天尊也不知何时离去 没有带走任何人 他要去追那消失的哭笑鬼里 但杜灵飞没有走 他被留下 默默地站在大地上 抬头看着天空上的白小春 他的表情有些复杂 身影有些萧瑟 可他 还是深吸口气后 起身飞到白小春的身边 拉住白小春的手 轻轻地开口 小春 不要难过 我相信终有一天 还能再见他 白小春默默地转过头 望着杜灵飞 被他拉住的手 好似将温暖与信息 也都传递过来 许久之后 白小春深深地点了点头 碎裂的古海上 当初的上千四脉修士 如今还活着的不到二百人 这些人一个个都有伤势在身 哪怕是杜灵飞 虽被其父收入除代内 可依旧 还是在之前刚刚冲入第三层时 在那鬼母与公孙娃的激战中 有了伤势 虽不严重 可也需要疗伤 其他人也都如此 于是很快的 一行人就在这生命禁区里 向着出口的方向积持 一方面 他们要离开这生命禁区后 找地方疗伤 另一方面 也需确认方向 搞清楚这里 到底是哪一脉的生命禁区 找到附近的源头宗门后 利用那里的传送阵离去 一路上 众人大都沉默 心情压抑 云雷双子 灵仙上人 还有千鬼子 作为三脉的天人 他们也都有伤在身 此刻 内心思绪繁多 实在是这一次的势力 其变化之大 隐秘之深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可很快的 随着众人渐渐到了 此处生命禁区的尽头时 看着尽头处的冰雪大地 感受着四周的寒气 云雷双子明显愣了一下 不但是他二人如此 人群内的那些北脉修士 也都目中慢慢露出惊喜 北脉 这里是北脉 我感受到了北脉的寒凌气息 这片生命禁区 赫然是靠近北脉 白小春原本情绪有些低落 显得无精打采 可就在这一瞬 他突然神色一变 猛的低头 看向自己的厨呆 杜灵飞好奇地问他 怎么了 为什么 白小春深吸口气 避开这个话题 心中却早已掀起了大浪 实在是方才那一瞬 他感受到除物袋内有所波动 灵溪老祖给他的那口棺果内 那沉睡的女婴 居然传来了一丝 鸡不可闻的男男之意 家的气息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